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手的常见技巧有切音 魅音 轮波 还有拍弦 在指探极材演奏里面我们还会用到很多右手的手指技巧 很特殊的技巧 比如说attack mute 敲击静音 还有planar attack 指甲敲击 还有slamp 这叫拍打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左手常见技巧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技巧 叫机弦 什么叫机弦呢? 它就是用我们的左手手指指尖快速敲击琴弦 持琴弦发声的技巧 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下方的六线谱例 那么在这个谱例上呢 那么机弦我们用英文的h来去标记 下面我做两个示范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叫机弦 那么机弦分两种 大家也可以结合下面的谱例来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谱例上一弦前面有一个0 那么后面有一个一弦三平 后面有一个三 那中间画一个h 什么意思呢? 这叫空弦机弦 就是说前面呢 我们先弹一个一弦的空弦 那后面呢 我们用我们左手的无名指 来去敲击我们后面的三平的音 那么前面我先弹一遍 大家听到了吗? 空弦我是用六口弹的 那么后面的音呢 我们是用左手无名指来敲击出来的 再来一遍 好 那么这是一种机弦形式 叫空弦机弦 那么第二个 大家也可以看谱 那么上面写的是二弦一平 大家看到我们二弦有一个一 然后呢 后面呢有一个三 那么也就是二弦三平 那么中间呢 画了一个h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音呢 我们要弹二弦一平的音 那后面的三平音呢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左手无名指来敲击出来 好 再示范一遍给大家 好 那么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机弦形式 那么在我们做这个机弦技巧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几点 那么就是手指敲击的位置 速度 还有力道 那么下面我分别给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敲击的位置 这个其实很重要的 那在我们左手 做机弦的时候 我们要用手指的这个部位 也就是我们左手这个手指的指尖部位 比如说我们这个练习 我们使用我们的无名指来去敲击 那我们注意 我们用无名指的指尖部位来敲击我们的指板的中间靠下的位置 记住不要敲在我们的品丝上 我们就要敲在中间偏下的位置 那么这样容易是音更容易能发出声音来 这是第一个位置 再来就是我们的速度 速度呢 我们尽量去快 那么这样呢 我们敲击的声音才会大 才会响亮 如果我们速度慢的话呢 那么很难敲击出声音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速度呢 决定我们的音的大小 这是很快速的敲击音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音量是很大的 如果慢一点的话呢 这个音就变小 那么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力道 其实这个力道呢 跟速度呢 是结合的 刚才我也讲到了 如何掌握我们手指的力道 就是我们要用速度来控制 如果我们需要这个音 敲击的音 音量比较大 那么速度就要非常快 力量也要非常大 那如果我们需要这个音很小 那我们敲击的速度就要慢 具体敲击的力道 我们按照歌曲的需要呢 来去控制 那么这些技巧练习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和乐理练习有所不同 那么它必须要通过 长时间的训练 我们才能掌握 好 那么下面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激旋技巧呢 在我们具体旋律当中的应用 大家还记得 我们第一节课 学了一个简单的 生日快乐歌的旋律 那么西教音节里面演奏的 那这个旋律呢 我们当时没有用到 没有用任何的技巧来去谈谈 那么下面呢 我将用我们今天所学的 激旋技巧来演奏这首 生日快乐歌 那么大家可以听一下 那么加了这个技巧之后 那么会有什么不同 下面我先给大家演示一遍 是不是声动了很多呢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技巧啊 因为在这个 如果歌曲加入这个技巧之后呢 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 它会变得很跳跃 那么会比之前的 没有加技巧的旋律呢 会好听很多 那么我先别再慢一点 给大家弹奏一遍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加入了 这个生日快乐歌的旋律 这个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我们研究这条旋律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呃 会有保持的音 但是这个 我们可以不必太在意啊 比如说 大家看到我的收音呢 可能会一直这么保持着 大家可以不用太在意这个东西啊 不用去特意的去把这个弦捂住 而增加不必要的动作 因为我们 现在暂时学的呢 就是一个 机弦的技巧 在这个旋律里面的应用 那么具体怎么把这个旋律表现的 表现到最完美 那么我们慢慢的 在手指能力提高之后呢 或者在我们 呃 以后的课程当中呢 或者随着大家练习的增多 会呃 慢慢的去学会控制 所以这个大家不必太放在心上 好 那么这就是 呃 我们今天的练习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今天我们所学的 还有几点 那么第一个就是机弦 啊 机弦什么叫机弦 还有它的几个要点 要记住就是它的 机弦的位置 还有速度 那么还有机弦的力道 啊 再有一个就是它在我们 生日歌这个 生日快乐歌的旋律里面的应用 好 那么希望大家把这个 呃 我们所学的啊 左手第一个啊 呃 左手技巧啊 把它练好 那么 呃 我们后面呢 还有更有意思的东西讲给大家 再见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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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